大家好 我是安蘇公 今天又到了週五 週五又要出新的禮包了 就要來看新的禮包CP值如何 請大家先幫我按個訂閱 看小娘再出更多天堂W情報技攻略 好 我們開始吧 直接看到商城 商城出了這個300日的紀念組合包 那已經開始販售了 看一下裡面的內容物 內容物有最上級的抽卡 11抽 還有機率提高 11抽有4個 44抽 護身符碎片的選擇箱 奧塔的兩種各10 那這個可以換奧塔的 護身符碎片 兩種 都是 10片 雅丁世界是20片 3選1 再來 藍布直接放在裡面喔 通用藍布 那我們都知道這次 妖精出的這個靈魂迴避 靈魂迴避 就需要用到這個通用藍布去製作 那靈魂迴避是一定要學的技能喔 近距離的迴避 加的非常多喔 不管打人 練功都很有用 那名譽箱只有15箱 15箱是有一點點低 跟上禮拜的週五禮包是一樣的喔 15箱 我是覺得 可以湊到20啦 那這個300日的紀念證書 唉唷這紀念證書可以幹嘛 可以換這個 工作台 製作家機率的 紫色神器 萬能藥 唉唷各位 大家要看到囉 4個證書 可以換一個 櫻花少女 或者是 春日 德里亞德 這兩個造型是什麼 這兩個造型 就是這兩個 喔這個復刻囉 各位 之前沒有買到的 這次就要好好把握 為什麼要好好把握呢 因為這兩個是有永久的 外觀收藏品效果 跟我們之前 冬天的這種 湊一湊 就有紀念值加2% 跟霧魔房各加1 這是目前 唯一永久的 外觀收藏品 其實 紀念值加2% 跟霧魔房各加1 對於奈米克的話 應該是覺得還好 但是呢 你如果喜歡 這個造型 我就覺得可以買 我覺得這個 粉紅色的少女 還蠻可愛的 再加上他有這個 收藏品效果 有這個預算 就可以買 那這個 下次的復刻 不知道還要再多久 那因為是300日紀念 才有出這個東西 那下次周年 不知道還有沒有 所以 這包算是比較難得 復刻的包啦 那整個 整包的CP值 其實還OK 跟之前的周五禮包 也都差不多 還有一個藍布 那你如果買8包 就有8張藍布 8張藍布 可以補很多裝備 跟收藏品 那我自己的話 是不缺啦 然後外觀也 已經有了 所以這包我就會跳過 那如果都缺的 就可以考慮一下 那跟我們每周禮包 禮拜三出的這個 禮包比起來的話 周五的禮包 抽數高了11抽 但是 這邊是有 費樂藥水 還有 製作品證 明月香也高了5香 那兩包其實就 差得蠻多的啦 我是覺得你沒有外觀 又缺藍布 又缺抽卡 就去買今天出的 那這一包的話就是 主要你要用到費樂藥水 再去買這一包 我個人是偏向 今天出的比較好一點點 但是說真的有外觀的人就不用買今天這包了 這兩包我都覺得還好 我們還可以再等等看 我的這個 半價券 跟兩個免費券 我都還留著 這禮拜我完全沒有做兌換 預算有限的人 其實這禮拜的這兩包都可以做跳過 再來明天有這個300日的特別push 那早上的9點 就會說發放了 那這些東西 很補啊 有抽速有名譽幣 記得要做領取 那這個 一天只發一次 領取的期限應該不會太短 所以大家應該都是可以領得到的 那保險起見 還是越早 把它領一領越好 那現在講到一個 已知的bug 角色死亡後 復活的時候 沒有套用靈魂迴避效果 那要重新連線 數據才會 套用 大家要注意囉 你要打人之前 要看一下你的靈魂迴避 有沒有套用 那最好 要打架前 重新連線一下 等他修好 再來就是我們交換所的300日的商店 以我的機體的話 我基本上都可以每天全換 把這些重要的 每日的這些 全部都兌換 那這個五房捲記得也一定要全換喔 因為這個可以用來 充收藏品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不錯 量蠻大的 那其實我每天兌換完這些 消耗品之後呢 都還會有剩 那我就可以慢慢拿來 兌換這些碎片 紅房 碎片 直接給它兌換起來 那如果沒辦法全部兌換的人 我覺得黑麥麵包可以不用換 五房捲 也可以適時的 不用換滿 補充時 成長藥水 成長果汁 這一定要換喔 這個全換練的快多了 那留一些預算 去把這些秘籍全部換一換 這些碎片還是蠻賺的 再來就是這個禮拜的這個 銀騎士村莊的 圖鑑商人這邊 這邊有海賊的生鏽視頻 那我覺得這個 大家是可以去做兌換的 一共有三隻 海賊 可以去做兌換 那兌換完之後 就會給你這個 一般的奇岩探險家箱 那這裡面 是可以開到 探險家憑證的 探險家憑證 我們就可以去拚製作 可以去拚這些 藍布 那大家看到現在已經被兌換完了 這邊還有下次重置的時間 那一重置完 也就是 每周的維修完 上限就趕快去拚 不然就一下子就滿了 就不能製作了 尤其是可以來拚紅布啦 那最近有人講到我很久沒有分享機體 其實我機體沒什麼提升啦 裝備一樣長這樣 紅裝沒有再做添加 因為我覺得 紅裝可以在等低價一點 再把它補習 因為就算我補習紅裝 我去跨服 跟人家打架 我一樣是被融化的份 所以我自己是想 抽到紫便 之後 我再去一次 把裝備提升到位 不然其實都差不多 那命中傷害的話呢 是差不多 213 傷害105 那如果再加這個造型的下去 可以變到107 我機體其實沒有提升太多啦 所以最近都沒有什麼 跟大家做介紹 好啦 以上就是 今天的禮包內容 跟 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